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人都在变 你是不是也会变 对你 绝不会 只有你我 当日如是 死生如是 未空泪雨战时你灵花 时间追逐远去的戎马 若思念上悠雅 为何刻在天下 泪可寂静难讲 听风哭哑如千丈杯架 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 此曲线已怒梦 归来因你温阳 谁难遮放 让我笑 等沧海 熄尽了千花 雨滴花 千月下 因为你 此生才不收繁华 等云海 风烟淡风 天涯尽出回家 我们再相遇 春秋冬夏 别再说什么放下旧情 只说明了这情不够深 他是个懦夫 错过一步 就是错过一世的 再去道别再春变融化 乘风单刻扬起了狂声 落伙眼下有哟 为何刻在天下 泪可起轻蓝颈 为你我 相逢是 用一生的步伐 去挣扎去牵挂 终为你已诺而下跌天下 等沧海拾尽了前方 与你花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舍繁华 当沧海与千款变化 天涯尽出归花 只想和相爱之人在一起 当沧海拾尽 此生什么事 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我非常欣赏 也很期待的歌手 也是最近其实一直都会唱很多电视剧OST的歌手 所以这次合作我也是比较关注的 我觉得总体而言听下来是一个不错的合作 因为首先我没看过这部小说 然后一个电视剧也还没开播 所以我还是就这首歌本身来聊聊 首先这首歌它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古风 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古诗的 包括一些古文的出处 这个我回到后面举个例子 然后我们还是先从编曲和演唱上来说 首先从编曲配乐上来说 主体是钢琴吉他以及弦乐 这个我想如果大家经常听这种类型的音乐的话 应该都会非常的熟悉了 因为这也算是现在中国风音乐的一个标配 而且听说这首歌是几年前的作品 所以我想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然后这首歌intro的部分它长达了36秒 我想可能也是为了MV中加入一些对白 包括以及它的一些画面的一个对应 整个intro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从编曲的复杂性上有浅入深 这个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这就是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由钢琴构成分成两段循环的旋律 这个大家听听就好了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影子 然后我们第二部分它相对来讲就是复杂一些 大概最多的时候保持了四个音轨 这个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这个最开始是钢琴加上销 然后进鼓针 只有你我 当日如是 死生如是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块进了一下中国大鼓 然后把它变成弦乐钢琴加上销 就是这个鼓点它也在歌曲的后面就是不断的出现了吧 然后进入这个演唱的部分 值得一提就是他们两个人分别演唱的这个主歌 低段主歌吧 相差了五个key 但它其实唱的是一样的旋律 所以这样的设计 也一上来就告诉我们 他们两个将在这首歌里负责不同的这个音语 好吧 而在伴奏上呢 周深演唱部分依然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钢琴伴奏 而且而胡夏演唱的部分 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复杂一些的 除了前面说到这个钢琴弦乐加鼓点之外 我们还可以听到偶尔出现这个空间音效 以及鼓针的这个采样吧 所以说在从多方面区别 两人的这个演唱段落的这个情况之下 逐步的在推进这个情感的这个发展 然后进入副歌部分呢 就第一句呢 胡夏唱的就是自己那前面的那个自己主歌的那个key 然后周深进入的 进来呢是高八度唱的 他唱的是女生的key 接着是两个人的这个和声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就是这个和声啊 因为这一段副歌呢 他其实还是重复了两次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就是第二句和声 他会非常的更加明显 最开始前半句呢周深是主音 这前两个音他跟胡夏的是四度的和声 然后最后他唱春秋冬夏四个字的时候 他把胡夏变成了这个主音 那跟周深是一个三度和声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两个人在互相扶持着攀爬的感觉 这部分设计我觉得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包括在歌曲最后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设计 就是虽然说这首歌里面可能就是和声的部分 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有这样有明显设计的地方 然后进入到尖奏的部分 在从这一块开始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听到 在音轨里面多了一层吉他的这个旋律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它空梯轨道还是非常清晰的吧 所以我们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更容易的去把握整个音乐的一个层次 然后第二段开始的时候 他们唱回了就是最开始第一段周深演唱的那个Key 所以说这个调是这个Key的变化 也在这首歌里面多次的出现 然后我们直接来到这个过渡段吧 这一段是整首歌里面最特殊的一个部分 因为相比于其他部分的这个言情 这一段的画面其实给到了是这个战争的场景 对吧 那相应的音乐也变得更加激进了 我们可以听到就是这部分相比于此前使用的中国大鼓 大鼓啊 这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架子鼓 节奏更快 更密集的鼓点配合着这个灰红的弦乐 是吧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鼓点已经变了 更密集 然后后面的弦乐 这种灰红的感觉 他们两个人的演唱也是逐渐的往上推这个情绪往上顶 对吧那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让我们听的是肾上腺素激增 到了一个非常热血的一个地方啊 既是保家卫国 也是为了可以跟相爱之人相守 然后歌曲最后呢回归平静伴奏 钢琴伴奏回应开头吧 画面回到回到了一些美好的时刻吧 我们无论如何呢 都只会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啊 当日如是 自生如是 是吧 然后还有上面说到的这个歌词的部分 这首歌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些典故吧 以及一些我们会在古诗文中用到的这个词语 这个里面我就举举个例子 好吧 比如说在周深第一段周深演唱的主歌里面 它写 若思念尚有牙 对吧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唐朝诗人李也的这个相思院 它里面是这么写 它说海水尚有牙 相思渺 无判 对吧 它其实呢意思就是说呢 用海水做一个类笔 表达思念的是无边无际的 再比如说歌词里写的这个先一怒马 那其实意思是指这个美福壮马吧 就是为福事豪华豪奢 是吧 出自沈德福的也或偏行不冤语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词 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正常的一个中国风的一个音乐作品吧 虽然旋律变化不多 但是从演唱啊到编曲上的一些细节 中间这个过渡断的设计这种文言文式的这个歌词 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 再加上配合的这个MV的一个画面吧 让我感觉整体的情感也是张识有度 而且他们的演唱上也是有这种情感的起伏啊 确实作为一个主题曲来讲是足够可以信到我的 而且这个电视剧这种还是挺强大的好吧 有时间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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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